結束日,這個地方就用查表 那查怎麼查呢,就是我的表格在這邊 這個是我要查詢的範圍 裡面的話呢有幾籃呢 有1 2 3,三個籃位 那如果說我今天查詢的話 很常用到一個函數叫V VLOOKUP 這個VLOOKUP函數 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看我那個影片裡面 觀看次數最高的,居然是什麼VLOOKUP函數的使用方法 為什麼?因為要查詢 比如說我今天知道C04對不對 那我要查他的第幾籃呢 查 查詢的一定是查第一籃 查回來的,假設是123 我要查回來是這個 那你一定要用VLOOK函數 就可以幫你做查表 查詢 OK 所以VLOOK函數觀念大概就是把 你要查的 後面第 也許有很多籃 你要第幾籃 把東西查回去 他就會查出30 回去了 OK 所以呢基本上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 那查詢你要給他一個範圍 一般我習慣把這個範圍 比如說我先把這個範圍選取起來 不包含上面的那個 欄位名稱 這個範圍名稱呢 我就用叫做 開課斑別 所以把下面 開課斑別 點兩下 複製一下 再利用這邊 這個範圍 選起來 選他之後 上面有格子 你把這個格子點一下 把剛剛的名稱貼上 按個Enter 這個時候呢 以後 我就可以把這個範圍 叫什麼名稱呢 他這個範圍 就叫做開課斑別 用什麼呢 用一個名稱 來代替 這個範圍 OK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切回到這邊 切回這邊 的旁邊好了 我們按部就關來做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查回來 怎麼做 很簡單 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什麼呢 內別裡面有一個叫 檢視與參照 檢視 與參照 其實就是參照 OK 點下去 然後呢 最下面一個 就是叫 V2 就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按確定 那他會跟你問 四個問題 你就要回答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lookup 你要找 lookup value 意思是說 你要找什麼東西啊 那我要找 這個東西 這個編號 那你的 table array 你剛剛 你有沒有一個對照表 有 就是我剛剛那個開科班 按F3 記得喔 這邊有個快速鍵F3 他就會怎麼樣呢 把剛剛 我選的那個範圍 自動跳出來 F3 選他 按確定 就表示說呢 我 這個東西 要在 這一個 後面定義好的那個 表格裡面去找 找 這邊有個叫 第三個問題是 那你要找的 找回來 幫我找 幫你找回來 是第幾欄呢 我要的是 123 第三欄 告訴他 再來最後一個問題 那你要查詢的是 要完全一模一樣呢 還是 如果沒有一模一樣 找接近 如果是一模一樣的話 記得是0 也就是一定是 1104 那如果說你找接近的 你就輸入1 找接近的是1 不過這個 這一題的話 應該是找一模一樣 所以用0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等一下那個v函數 其實對各位來說 可能比較磨蹭 如果沒學過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流程 做完之後的話 這個 記得喔 他是問你說 你要查什麼 第二個是 你是後面這個開課分別 我把它建一個名稱 然後第3欄 完全比對 好了之後的話 按確定 他幫你查出來 30 為什麼30呢 因為 你的c04 第3欄 C04的第3欄 那不就是剛好 30嗎 那我們後面還要除以什麼呢 30 可是不是我們要的 我希望算出來 是 多少天之後 所以 30必須 再把它除以3 為什麼 因為一週有 一週有 三學分 所以總共幾週呢 除以3就Enter 10週 對不對 沒錯吧 那10週的話 可是不對啊 我第1週 已經 已經有了 所以要把第1週扣掉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就把 後面再加一個 減掉 1 有沒有 先除以3 再減掉1 打勾 就9週 那我怎麼知道 總共是 就是9週是幾天呢 你就再把這個地方 請 分享 好